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幸福大直播 我是刘寒竹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跟广大的租屋族事息息相关 想听很多人都很想拥有自己梦想中的家 只是它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一开始往往都要先从租屋开始 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之下才会租屋嘛 但是要怎么样兼顾生活的质感 还有空间的品位 今天我们就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恒星设计的总监Stanvy 湘瑩 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呢 藉由这个软装布置 在不要花太多预算的状况之下 可以让你的小空间幻然一新 让我们欢迎Stanvy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恒星设计的总监Stanvy 大家通常想到室内设计 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找隔壁邻居介绍的 木工团队或是工班团队来设计就好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 那样子的设计的标准 可能可以再往上提升 可能再增加一点软装的设计 或是软装的技巧 反而可以增加生活的一些品味 所以其实真的租屋的品质 如果能够加以提升的话 其实透过一些很简单的软件的改造 就可以让你的空间焕然一新 这就是今天Stanvy要告诉大家的观念 对我今天就想告诉大家说 其实现在租屋族越来越多 其实不一定是学生 有可能是刚成立新家的一对小夫妻 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出生 那他们要怎么在生活的品质 跟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去取得平衡呢 我们也不希望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回家 然后发现很乱或是整个生活的美感 就是完全失去平衡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特别讲到说 透过一些简单的软装技巧 要怎么去让我们的生活美感更加的提升 那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一个概念是 不管是软装设计或是轻装修设计 我们都秉持着三大原则 第一个就是不动格局 不打结构 对 也就是说你租了这个房子 或是买了这个新家 我们不会去打掉一间房间 或是把厨房整个原本封闭式变成开放式 类似这样的格局概念 那再来是我们也不是重新规划格局 对也不是说这个房间 我想要再增加一间房间 或是这个空间 我是不是可以再做其他的格间处理 类似这样的想法 对 然后我们也不是做空间的修缮 什么是空间的修缮呢 就是处理什么漏水避癌老乌翻新之类的 对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老乌翻新的这些问题 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空间的格局 就它有的体质 是 去美化它 软装的设计啊 基本上我们适合的TA 也就是我们的对象 会是我们的租屋组 对 那轻装修的部分啊 我们是适合我们刚购入的新城屋 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第一个是我们的预算 是 软装的设计可能就在20万以下 那轻装修的设计大概20至80万左右 是 那基本上也表示他们所做的工程项目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 因此我们需要的工期当然是也不同的 20万以下的软装设计我们大家可以花10天就可以完成 还包含采购项目的时间 那可是如果20到80万的轻装修设计 基本上就要花20至30天左右 OK 软装设计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简单的 床式 床式 跟我们的 装饰品 对 那轻装修的设计基本上呢 我们不是只有床式 床式 跟装饰品 我们还搭配了家具的尺寸 丈量搭配 跟我们的工程品质控管及进度的安排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 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是在讲这个软装的部分 那适合的空间 其实我也可以自己说 我只想改造我的客厅 或我只想改造我的套房 或是我想要全面的 做一个美化的感觉 对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讲到这个 大家毫无概念的软装 你们是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引导客户的 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说啊 如果要做软装设计 基本上我们会有个ABC的步骤 第一个是我们的A 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换掉你的窗 或是床式 简单来说 如果我只是想要稍微改变一下 那我去配个床式跟窗式互相搭配 其实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了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那你们看过我们没有看过这种床架对不对 对 感觉很高级 对 一般来说其实租屋组 他们的床 敲垫垫在下面 对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说 default 增加收納的需求 我們可以做這種收納的床箱 對 那如果說想再高級一點點 或是再舒適一點點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造型床架 那後面我們可以搭配一個特別的壁紙 讓整個風格還人一新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B方案 我們的B方案就是軟裝的規劃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遊戲跟壁紙 要怎麼去跟我們的窗傾 來做搭配 對 好 像其實這張照片我們看得出來 原本的照片可能是這個樣子 簡單的一個床而已 那你看增加了後面的顏色 或是換個壁紙 它整個感覺是不是就不太一樣了 哇 所以假設這個是原有屋主 它就這麼一張床而已 對 你們幫它加入了後面的畫框 然後床 床傾 然後或是增加一些燈具直摘 然後甚至是床圍椅 跟地毯這些都是細節 對 那其實它想要再花俏一點點 再跳色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的花色系壁紙 然後再來就是C的部分 我們的空間配置規劃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木地板或是系統櫃的定座 我們的空間的部分 像木地板的部分 就有很多色樣可以選擇 會依據你的風格來做挑選 OK 那其實櫃體的部分 也會依據你的收納的量 或者是你的需求 來做不同的設計 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們一個客人 他老婆就是要搬進來住了 可是它的衣櫃量完全不夠 那它有一些地方 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利用 是靈機的空間 那我們就會幫它設計的 不同的系統櫃的搭配 甚至系統櫃的顏色 都可以要跟木地板要做搭配的 其實我們有推出了 然後三種套裝 那我們的四種風格呢 其實有分 然後其實為什麼 我們會整理出這四種風格呢 是因為最多最多客人問我們的 就是這四種風格 對 那其實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 萌馬特青蛇風 對 萌馬特青蛇風 是我自己個人去法國旅遊的時候 很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對 然後發現那邊的人 他都是穿著非常的溫暖 因為他很多畫家 會在那邊幫你畫自畫像 所以很多家人或是情侶 會在那邊 就是給藝術家畫自畫像 那其實他們畫出來的顏色 都是偏橘色 對 那是不是比較溫暖的感覺 這就啟發了我在設計上 用色的原力 所以我們都會用了一些橘色 或是大地色系 來做整個設計的搭配 對 那其實下面我們有搭配了三種軟裝 我們三種軟裝分別是 普羅旺絲 對 天然的舞后 跟粉色圓舞曲 嗯哼 這三個是我們整理出來 大家最喜歡的三種色系 分別了去表現了一個 少女的輕盈感 然後中性的色調 然後又是偏比較浪漫的色調 那我們看完了 這個Stephy 跟我們簡單介紹這四種風格 以及三種搭配 想必大家已經在心中開始在 思考 想像自己的家裡 可以怎麼樣來做一個軟裝上 很快速的改變 今天非常謝謝Stephy 帶來讓我們租屋族 可以煥然一新的種種的提案 那相信大家對於Stephy的設計功力 一定還有更多的了解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是劉漢竹 掰掰 好 好 好 本來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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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